9.8大樓集合 9.8大樓集合 这也是酒吧新闻台FM98.1 欢迎收听酒吧讲堂 我是郑志贵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上礼拜谈到Tintoretto的天国 那张全世界最大的油画 那么也就为了威尼斯画派 从Tiziano 从Veronese到Tintoretto以来 三个代表性的画家 做了一个整体的定调了 也就是说 威尼斯画派 是以商人之国威尼斯 为中心 为地域发展的一个画派 这个画派带有很浓厚的 我们讲商业色彩 商业色彩其实说穿了 就是那个地方的人 受政治受宗教 各方面的约束固然是有的 可是他因为太活泼了 那么这个地方裁员丰富 而且他们对外的交通 还有对外的资讯 也比较发达 所以他们因应着 威尼斯以外的地界 那些价值观 那些美感 会比较活泼的展现 那么到了Veronese的 加纳的晚餐 那个婚宴 把个耶稣行使地 一个神迹的故事 表现得如此的嘉年华 而在Tintoretto的天国 它又非常的浩大 哇这张画作有20来公尺 你想想看不可思议的 这个巨幅尺寸 然后你想艺术将要在 如何再发展下去 从这个 文艺复兴的圣奇 那早期我们就先不谈了 圣奇的达文西 美康纳修 拉斐尔 在这个罗马的发展 那建造那种巨大的 宏伟的艺术 有一教廷为中心的艺术 那么往北看 在菲伦翠 它的这个文艺复兴 发扬之地 也有这个米卡兰基罗 也有Donatello 也有Simabue 也有Masachio 这些大画家们 连续起来的一个 艺术传统 让菲伦翠这个地方 也以商人之国 它其实也是 非常有钱的一个城市 当时这个Flora 就是Florence的金币 竟然可以成为 这个国际 从认的货币 这边的金色之族 还有这个地方的 这个经济的健全 让别人相信 这个地方的经济实力 那么当然 以梅蒂奇家族为主的 这个我们讲财团 然后成为这个政治的 这个核心的 权力的核心 他们所赞助 所培育的艺术家 打从这个Bottichelli 他们的门下家族的艺术家 有Bottichelli 有Da Vinci 有Michelangelo 那真是寄句多事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 这个Vasari 我们上几次 先谈了威尼斯 我们先要把这个镜头 拉回来 飞冷脆 我们要谈的这个主题人 Vasari 他也是一个 媒体机架族的 这个门下的艺术家 好像是时刻三千 每一个时刻 都有他们不得了的才能 那这个Vasari的才能 也非常是高 那么不过他之有名 还是因为一本书 他写了一本 意大利艺术名家列传 这本书 把它翻成英文 就Lives of the Most Excellent Painters 画家 Sculptors 雕刻家 An Actics 就是建筑家 他把当时 最了不起的 这个艺术家 从西马布也开始写起 哇 那你看 就推到文艺复兴的 这个初期了 我们通常讲 讲文艺复兴 必须从这儿讲起 但是也很 很少人能够记得 就桥托之前 然后桥托那个年代 还有哪些年 那是哪些谁 那当时的这个 艺术的史料 就有人开始收集 有的是 Vasari这个人 亲身接触的 有的是 说的不好听 是道听途说 或者访问其老 或者根据某些文献 他慢慢收集出来 改写的 不管怎么样 他都至少是一个 文献的编辑者 他是一个采访者 他是一个撰写者 那他就从那些人物 一直写写 写到什么时候 写到Tiziano 哇 这一跨跨超过百年 然后最重要的 一个艺术家 就是米开朗基罗 米开朗基罗的传记 在这个老先生 他在1564年过世 大概享年将近90岁 就89岁 90岁吧 在他生前 他的传记就已经出版了 而且还曾经过目 也就是说 Vasari写了 米开朗基罗的传记 还让米开朗基罗过目 然后应该也得到 他的首肯吧 某个地方颇为赞扬 那这个传记 在1550年完成 应该说 这个名家列传 在1550年第一版 出版 米开朗基罗已经看到 那个时候 他75岁 我刚才数一下 75岁 对75岁 那这个之后呢 他在1568年 在米开朗基罗过世之后的 四年之后呢 他又再版 把这个新的再加进去 所以呢 我们今天阅读 米开朗基罗的传记啊 他的生平啊 甚至很多对话呀 那些第一手的资料 是Vasari这个人写的 那他的Vasari 他的画画的怎么样啊 哎 今天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印象了 那但是念美术史的 人大都知道 因为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文艺复兴之后啊 的一个杰出的画家 那他在菲伦翠地方很有影响力 为什么我们讲文艺复兴之后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开始讲的 另外一个主题 我们讲角式主义 文艺复兴经历的初期啊 Donatello啊 Giotto这些人的 这个慢慢慢慢酝酿 一个风气啊 一个在菲伦翠为中心的 的一种艺术的风气 然后变成 到了15世纪中叶变成盛奇 哇 打完锡 你看完基罗 拉斐尔在这舞台上火药 但主要是在罗马 那么之后呢 在晚期的地方呢 我们说 威尼斯画派不可忽略 那么提香 维洛林塞 跟听通列多 可是之后呢 这个文艺复兴的这种 这种 风貌 这种潮流 他的调性会改变啊 改变之后呢 我们后来发现 许多艺术家啊 他不再追求那种均衡 和谐 或者是那种 比较周延的这种 的主题 那么他们开始啊 带有比较强烈的 个人风格 这些风格呢 显现在造型上面 在这种表达的技术上面 在一些作品的效果上面 那么后来 后代人就把这种风格啊 觉得说 他们这个风格 比前面那些 意大利 唯一复兴的那些 大师们啊 比较端庄 比较堂堂正正的 比较和谐的 比较宏伟的画作 风格比起来 好像有一点 特别做作 那这个做作 当然是一个称呼 就是说 好像特别 讲究个人的那种 个性那种手法 那后来就给 还有一个名称 叫做 Manner Reason Manner Reason 这个字呢 从Manner这个字来 Manner我们就说 这个人做事 有他的Manner啊 有他的Style啊 他有他的Method 就说Manner就是手法 就从手这个字来 所以 做事的手法 画画的手法 那他 这个手法 又跟风格 有点类似 但又不一样 我们这种风格 是一个整体呈现 例如说 卡拉瓦乔的风格 是 是一种 人物扭曲动态的风格 他的 他的 这个画面的效果呢 是明暗强烈的对照 所以 这个 这个效果 形成了整体的风格 那我们说他的手法呢 可能手法是 是用笔啊 比较直接 不再 不用许多的铺陈的方法 这是手法 手法比较接近 有技巧 可是呢 我讲Manner Reason 就说 其实也不完全在技巧 也是风格 也就是说 这一群艺术家 开始 在这个文艺复兴 好像登峰造极了 这个 整个一带的潮流 面对他们的这种 这种处境之下 开始寻找 有没有能够 发挥自我的 方向 但这个发挥自我的 就是针对于 文艺复兴圣旗的那种 那种 完整的 宏大的那种主题 所以我就发现 好多艺术家 他们都 都很有个性 表达出很新颖的 也很犀利的 然后很动人的 然后很夸视的 那些手法 那后代艺术家 给他一个 比较简单的 比较简单的 这个 一个 一个笼统的 一个说法 叫做角色主义 但是我们知道 角色主义 他在有的 有的画家 也很接近 他们的老师辈 那个文艺复兴圣旗的 艺术家 有的呢 跟后来的 巴洛克的艺术家 那些明暗对照 那种扭曲的身体 也很接近了 那 就是这一段 这个事情 那瓦萨利 就是一个 为这个 为这个文艺复兴 尾声啊 然后进入到 这个角色主义的 一个定调的人 瓦萨利 这个人很有趣 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例如说 他是一个作家啦 而且作家不只是写写艺术评论 他写艺术家的传记 那一写就 就写超过一百年的 哇 不得了的 这个人 然后他呢 也曾经到罗马去啊 去学 拉斐尔那种风格的话 他也在罗马 然后在这个 飞轮这地方啊 然后投入那种 Decoration 我们说Decoration 就是一个艺术家 参加的公共建设 但当时不叫公共建设 例如说 有一个公爵说 来 我这个Villa 我的这个别庄 别墅 或甚至是一个贵族的行工 来 你来替我装饰 我们就叫Decoration 那Decoration 就好像说 我们今天讲室内设计啊 做它的室内 因为外面的叫做建筑嘛 所以Decoration 主要指的是室内的设计 但这个设计呢 并不只是它的桌椅啊 它的墙面啊 它的这个门窗啊 可能包括这墙面 上面所有的面积 那最主要对画家而言 这个Decoration 就是画 我们称之为壁画 所以呢 Vassari这个人呢 当然是很熟闲于 壁画的制作 我们讲壁画 就是诗壁画咯 画在墙壁上那种画 那举例而言 就像是 Da Vinci的最后晚餐 就像Michelangelo的那个 最后审判 还有创世纪 就像Rafael的那个 雅典学员 也就是这些画作 其实都是Decoration 但是 当他们的这个 这个齿幅规模 大到一个 你不可纵观 然后你必须左右 左右才能够 看清它完整的规模的时候 我们就忘掉它 其实本质上是个Decoration 好 Vassari能够做这个 表示呢 他做的工作 跟建筑 有些很密切的相关 那么他也做建筑 哇 那也是个建筑家 怎么那个时候的画家 都能够当建筑家 能够 他就差没有当雕刻家 但事实上 他们当然也受过相关训练 那么 他最重要的一件作品呢 我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 叫最后审判 这个主题很 很重要 很大的主题 这个主题上一次我们谈的时候 是好久以前 我们谈米开朗基罗画的最后审判 最后审判呢 是一个重大的主题 那么有这个上天堂啊 下地狱啊 下炼狱 那这个这个部分呢 可以参考 但丁的神曲 这个内容可以参考 但丁的神曲 那米开朗基罗在画这个画的时候 也参考过但丁的神曲 那么不止于此 还可以参考这米开朗基罗 往前推啊 他的他的这个前辈们 所画的那些图形壁画 是左分右分 以这个我们看一张画 这个回向米开朗基罗画的最后审判 他的右手扬起 所以右手边 他的右手边啊 就是我们看画的时候 我们看到是左边 他的右手扬起 那这边人就升天 他的左手啊 往下一按 就这边人就下地狱 那么 瓦萨里画的最后审判呢 他不在一面墙面上面 他在这个 一个教堂的拱顶上面 他就是个圆圈了 那么他要怎么把这个 善恶恶分法 这是很难的事情 因为它是一个圆圈 我们待会就要来谈这个规模 跟他这些作品 那么这个最后审判呢 有意思的是 他是负责在建筑 那么这个建筑的这个 这个曲面呢 当初也是个不得了的一个奇迹 那我们就先回来谈这个建筑的主体 花个大概三五分钟 这个建筑呢 是肥冷脆的主教堂 叫做Domo Domo这个字 D U O M O 你也可以把它叫做Domo 就是U把它去叫D O M O 那么 你也可以把它改写成英文 叫D O M E DOM 这个DOM就一个字吧 这个DOM呢 日本人把它翻成蛋 就鸡蛋的蛋 DOM跟蛋很像嘛 那么这个鸡蛋的蛋 从日本日文呢 跑到台湾来就变成巨蛋 我们今天讲小巨蛋 什么大巨蛋 这个蛋 大巨蛋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矛盾的名词吗 巨蛋的蛋就是这个字 那也就说是一个 是一个圆形的东西 那么我们看西欧的教堂 不是很多的大教堂 要大教堂才可以哦 它的那个顶上 就是半颗鸡蛋 对不对 半颗蛋 就是DOM 那当然不是因为吃鸡蛋 因为这叫做拱 那么我们说教堂的这个拱呢 有两种说法 如果你字外而观之啊 叫做DOM D O M O 意大利文 如果你从里面看 叫COOPOL C O U P O L E 那么你说 到底是COOPOL 这COOPOL 那个字跟COPOL很像啊 但不是COPOL 是COOPOL 那么一个叫做拱 一个叫做顶 所以呢 如果我们从外面看 所以说这个教堂的顶 是DOMO 我们从里头看 这个教堂那个拱 或者那个穷 我们有时候讲穷顶啊 它会有点误会 记不记得我们说 米开朗基鲁 在这个穷顶上面画了创世纪啊 那那个穷顶是微微有点弧度 它不是弹形的 它是微微有点弧度 那我们就说这个像穷仓一样嘛 对不对 穷其实就是一个弧度的 仓就是这个天的颜色灰灰的 所以穷仓就是灰灰的天 有一个弧形照的我们 那叫做穷仓 所以我们用这个穷仓的意象 来说这个顶 叫做穷顶 可是这个穷顶 它又不是一个弹形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这个 说这个穷顶啊 跟这个弹形的拱顶还不太一样 我们要用说拱顶 就像拱门一样 对不对 你看到到罗马就看这个 罗马的这个竞技场 有很多拱门 对不对 很多的大建有这个拱门 拱门就是一个 是一道门 门的上面几乎是一个半圆形 这个才叫做拱 拱形的拱就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说拱顶 在里头看是拱顶 是穷勃了 在外头看是多么 Vassari所画的这个最后审判 就在这个教堂的拱顶 那这个拱顶呢 它不是完全的圆的边 它是一个八角形的边 然后它的顶上是圆的 那这个很难做了 这个在当时工程是不得了的事情 因为Bruneski 这个大建筑家 本来在肥冷翠 它是一个雕刻家 不过这个雕刻家 不是一般的雕像的雕刻家 它是做金银珠宝那一类的 我们当然不是小东西 它是做浮雕的 就是一座门上面 如果有这个门板上面 有八块板子 这八块板子就雕刻了不同的故事 或者十二块 或者十六块 那么这一块一块的板子 你要做浮雕 要说故事 说耶稣的生平 圣母的生平 这一类的 那他真正做这个东西 那当时认为 是肥冷翠地方的一把好手 就参加竞赛 那么做什么竞赛呢 就是这个肥冷翠的主教堂 后来我们那个时候 通称而论叫主教堂 因为它有一个大拱顶嘛 所以各地称这个 那个城市的主教堂 就只有一座 只有一座那个大拱的教堂 叫主教堂 称之为叫做多蒙 那他真正名称呢 是叫做Santa Maria di Fiore 就是Santa Maria就是圣玛利亚 所以是圣玛利亚教堂 那D Fiore Fiore是flower 但是Fiore是埃节尾 它就是flower的复数 那所以在日文的导游手册 或者某些中文导游手册 把它从日文翻过来 你会看到叫百花圣母寺 或者是花枝圣母寺 那个枝就是一个日文撇一下 所以你就知道 这跟花有关 这个圣玛利亚有关 所以它叫圣母院 但是肥冷翠很多圣母院 不得了的圣母院都很棒的 所以这叫百花圣母寺 那么这个是肥冷翠主教堂 这个主教堂建了很久 几百年 一两百年 它是文艺复兴的第一座伟大的建筑 这个建筑呢 建到后来那个顶建不成 因为这个墙壁往基座开始往上盖盖盖盖 柱子盖 盖到五十公尺左右 糟糕 没办法再往上盖了 因为上面那个大洞 那个顶怎么盖呢 大家就想说 这个顶跨距这么大 然后再往上盖 那个弧度可能也要三四十公尺吧 后来他们盖了四十公尺 那么大概四十公尺 然后这个大的弧度怎么盖呢 而且它是八角形的 那这个工程 那建筑呢 就签到工程 那么这个工程后来有一个人完成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Bruneski 他参加这个浮雕的竞赛 结果就败下来了 他就很气 他觉得自己有这个才能 而且对手也不是很强 那这个评审团体可能觉得 可能觉得那个人比较有关系 而且反正就让另外一个人得了这个奖 就把这个浮雕的这个门 工程给了他 Bruneski一生气中 我不干了 不干意思是说 我觉得这个行业我不要做了 我不要在这个城市当第二名 他就离开这个都市了 那我们就觉得 又多了一个负气而走的一个艺术家 他就跑到龙马去 去考古啊 大家就忘记这个人了 大概十年多以后回来 回来 想东山再起 大家说你又学的是什么 我要搞建筑 我要做这个这个拱 不可能 搞了一百年都没有人想出办法来 你呢 好吧他就来 就设计 然后再评图 就评到了 那这个这个图评到以后 另外一个人也 也评图的啊 就是当时很很有声望的另外一个人 他也评图 也得到了 他明明没有办法施工 也没办法 这个也不是他设计的 那硬是把它插进来 让他这个共同 这个协同合作 那布鲁尼斯基 就就就 就中间有很多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英国啊 就不管了 终究布鲁尼斯基 把它建成了这么一个 很不得了的 大的拱顶 这个拱顶 处理起来 到今天 我们到这个现场去看 抬头一看 会吓一跳 这个 这个建筑主体 高了五十公尺多一点 然后那个拱也有四十多公尺 那简直是太大的一个头了 可是你从 你从这个 离开这个城市到这个 过了一条河 到南边 那个高 高山 那个丘陵上 一要望 哇 他也好大一个比例啊 可是他就很壮伪 这是文艺复兴啊 早期的最壮伪的一个 一个指标性的建筑 文艺复兴又没有这个建筑 那你说文艺复兴 他只是一群人 喜好文艺 然后发展一些风格 这都不算的 所以一个时代的 重大的艺术的这个 这个monument 就是里程碑啊 是以 大部分是以建筑来 敲那个那一股定音锤的 这一个建筑 就是文艺复兴的定音锤 那下一锤 要锤到什么时候呢 要锤到将近一百五十年后 将近 那个圣彼大教堂 那个拱顶完成 而那个大教堂 是米开朗就 米开朗就 心目中啊 最崇拜的就是 建造了这个 肥冷脆主教堂 拱顶的这个建筑家 米开朗就是他的粉丝 那么他大概也没有想到 这个米开朗就 永远没有想到 有一天 他会被抓去做建筑 然后会当上圣彼得大教堂的 艺术总监 还不是建筑总监 是艺术总监啊 然后唯一以重任 去设计那个拱顶 最后在他死后 人们依照他的图 他的施工方法 然后把它完成 他就跟他的 他的这个偶像啊 布鲁雷斯基啊 然后成为文艺复兴 前后映造的 重要的两大建筑 然后这个拱顶 就以这两大建筑 拱顶啊 来为文艺复兴呢 一前一后呢 定这个调 那瓦萨利 就是来画 非冷脆主教堂 我们在走进教堂 抬头一看的 那个拱顶内部的 那个空间 他画的是 最后审判 那么这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 而且很难的一个主题 我们先休息一会 待会再来谈 他如何进行这个主题 我们说到瓦萨利 所要绘制壁画的这个空间 它并不是墙壁 但是呢 它等于墙壁的同样材质 就在建筑物的本体上面 去画画 它要画在非冷脆的主教堂 就是花之圣母寺 的那个Gubole里面 我们说过 外面叫做Domo 里面叫做Gubole 就是它不是顶 它是拱顶 那在这里面呢 它是八片 就是说这个建筑是八角形 然后收了一个 一个圆弧形往上收 大概那个弧边 大概有40公尺左右吧 很长耶 等于跑百米的一半 那这个弧形呢 它好像是一个 是一个什么东西 就像我们这个 中秋学吃文旦 我们要切几道 对不对 然后剥它 对不对 就剥八片 它合起来是一个柚子的形状 柚子也很像 它是上面尖尖 它不是纯圆形 然后切了八刀 你就剥开那八片 然后你这个八片 又可以把它合起来 又是一整个 这个拱顶就是这样的东西 那所以呢 它里头不是纯的弧度 它是它有一点角度 有八个角 那么这八个角当初建筑建上去的时候 它 它就解决了一个问题 大部分的这个建筑 它的拱难见是因为 它 它们太大 太重 而且又是石材 那么 布鲁雷尔斯基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会不会把这个 这个拱的臂 把它变薄 就它的重量减轻 那我们的施工的工法 不要这样 一层块一层块大石头去兜 那而且它的拱还蛮高的 就是跨距很大 而且往上的弧度的总长也非常高 它就 它就找了 想了一些办法 然后做这个工程 那这个细节我们就不说 总之它 它成为这个顶 跟大部分的那种 那种圆的顶不太一样 后来我们在这个顶 我们在那个Siena也看到 类似的感觉 也是极大的教堂 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 这个艺术家怎么样 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个拱还分为两部分 就是说 它到上面会收口 它没有完全收紧 那么它还留了一个洞 这个洞一定要在往上 有一个桶状的形状 然后再加了一个顶 那为什么多此一举呢 因为这个顶不能完全封了 你要让上面 能够光投进来 所以这个顶的上面 中间是有光的 但是侧面的光 它又不能让上面的雨水 也风直接灌进来 对不对 所以它就 它就到那个孔的地方 就有一个桶状物上去 所以它有一个小小小小的一个塔 那么 那么这样子教堂 很需要这个顶能够透光的 大部分的顶都要能够透光 所以他们要想很多办法 那么在这个拱顶里头的 它的八边形的 每一边都有一个窗户 很大的一个孔 这个窗户当然现在去看 你会发现有彩色玻璃 它不只是透光 它也有美感 那当时它就把光透进来了 那不管是光线从东南到西南 一整天 那它这个光线怎么样推移 这里头是环状365都会有光进来 那么我们称这个大大的圆圈的窗 像牛的眼睛这么大 它叫做牛眼窗 有八扇圆形的牛眼窗 以及这个顶的顶端有光透出来 那么瓦萨利在对应这个面积的时候 他就必须画两段 就是说大的这个弧形的拱顶的里头 他要画一段 就是最后审判的主体部分 那到这个塔上去的那一个 比较完整的圆形的部分 他要再另外画一部分 我们就来谈这个主体部分 他画这个最后审判 最后审判说的就是 人类到最后面临这个上帝的审判 那所以会有一个主宰者 那你们看这张画的时候 就会进教堂这个正的方向 走走走走走走 然后走到它这个正下方 抬头一望的时候呢 你的正前方就有一个主宰者 就是上帝 上帝已经在一层两层三层上去 通常都三四层 记不记得我们谈这个天国的时候 对不对 还有好多层 在罗浮宫的那一张这个图稿上面呢 这个天国呢 有地面的层次 然后天上的层次 再上一层 总有四层啊 就是天上有三层 地面有一层 那这个 瓦萨里所画的这个 这个天国也是四层 那么就说地面是一层 然后天上有三层 但这个层呢 它并不是画在墙面上的一层两层 它是 它是一个八边形的一个 一个拱往上 所以呢 它就变成第一圈 在这个拱的外圈 第二圈在里头一点 第三圈 第四圈就在拱的最里头 那么到第四圈就停了 因为街上有一个桶状的塔 往上升 对不对 升上去 才是这个 另外一个空间的一圈 然后最上面有一个 再一个塔 那个塔呢 就 就是一个 一个洞了 那个透光进来的 哇 原来说 这个这个层次是用这个一环一环的 当然是八角形是一个有角度的 但是基本上我们还是刷环 就是以八角形呈现的一个环 两环 三环四环 而这个上帝是在我们抬头看到的地方 是第三个环 然后跟第四个环 那个 包括这两个环中间 它是一个很大的形体 在这所有的人物里面 他 他从这个凡人 上天以后 有这个贤人 圣人 还有天使 那已经 上了这个 在这个上帝的左右的 那个层次 那些 那些圣人上去了以后 哇 那最高的地方呢 你可以想象 他就越往中间集中 也就是说越高嘛 因为四边都是 是这个 是比较低的 然后中间 中间那个拱中 中间是比较高的 那么也就越接近 那个中央透光的地方 所以呢 画家一方面 把这个内圈 就比较高的层次那一圈 画得比较明亮 二方面也因为呢 那个高的地方 有光透进来 也比较明亮 我们不是说 它的下方也有光吗 有牛眼窗 有八扇牛眼窗吗 所以呢 八扇牛眼窗 也补了底下部分呢 这个的光 所以八扇牛眼窗 是很平均的 把外围 就是地面的这些 应该上天堂 或者下地狱的 的人们呢 也照亮了 比较平均的光线 那这个平均光线呢 是有时候 东南面会亮一点点 有时候是南面亮一点 有时候西南面亮一点 它会有一点点 小小变化 因为太阳都推移嘛 另外一方面呢 在接近内环的 那个很顶上面 那个地方啊 是始终比较亮的 始终比较亮的 我们就从 从这个空间的设计 知道这个艺术家 他还设计了一个 渐层而上 然后逐渐明亮的 一个光 但是这个逐渐明亮 很有意思哦 最后审判有上天堂 有下地狱是不是 那么上天堂的这部分呢 就是我们 我们已经抬头 很自然看到的 主宰者 就是主啊 他的这个 圆形的光环 笼罩他全身 就是他的右手举开 然后他的 他身后是光环 这光环非常之大 这个大的这个 这个范围啊 几乎要跟 牛远窗一样大 当然还没有那么大 但是比这个顶上的 那个塔上去的 那个那个空间 来得大了 所以你很容易辨认他 他如果太小的话 你会寻找 不行 他在 他在这个人的形状 他当然是神啊 神的形状 形体的这个比例上 叫一般的这个 圣贤啊 天使都来得大了 1.5倍吧 那比起这个 其他的凡人 那更大 他的光环 完全笼罩他 以他的头为圆星呢 画了一个圆 以头为圆星 那半径就是 他手啊 伸开来 伸张开来 还要再出去 多一点的那个 那个长度 画了一个 整个的圆 所以在 整个人群呢 慢慢慢慢 往天上伸 慢慢集中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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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 多的人物的 整体构图中 你会发现到 一个很大的圆 那是光环 在 明暗的世界上 也比较亮 金色的光环 然后中间 一个主宰者 由他来 抬起右手 让 让 审判谁 让他身上天堂 那下地狱的呢 是在 他的对边 比如说 哦 你要 你要转身 来看 才可以看到 那个对边 这个地狱比较有趣 那他 他就不能在 最高主宰了 对不对 地狱上也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力量 让 让你这个 让你这些人呢 下地狱去 可是呢 他是一个 一个巨兽 在吞吃的人 他就在另外一边 那这个巨兽很有 很有意思 他像一个龙一样 他头上有脚 他展开双翅 那 他有手 他那个爪就抓着人 往嘴里面吃东西 吃人 这是很恐怖的 可是 可是这个是在第一层 他根本上不了第二层 也就是说 这是堕落到这个地狱里面的人呢 才会受这个惩罚 对不对 在第二层就已经在天上了 那人就是由天使啊 保护着 所有的这个善人 所以这个地狱的 最后的审判是这样子 他就有 一二三四层 那么 这个主宰者 审判者 是在三跟四层之间 但是第二层就已经是往天堂而上 由天使们环绕保护的 第一层呢 就是凡人 凡人的这个靠近主宰者 这一半呢 是好人 善人 应该上天堂的 那么靠魔鬼这一半呢 是要下地狱的 所以这下地狱的人 只有一层 那等于 我们来分这个画面上 有一二三四层 然后这个第一层外围 只有一半是坏人 所以坏人只有 只占整个画面的 八分之一 那这个色彩也比较阴霾 但是这个阴霾 倒不是很黑 到底是这个 穹顶中的 这个拱顶中的 一张这个庄严的 正折人心的 一个巨大的画幅 它不能有太多阴霾的地方 所以它是比较暗一点 可是呢 带着火的颜色 就是那种红色的颜色 我们就觉得 像是烧的火的 那个地狱 那个炼狱 那么那尤其是 你进这个教堂 走进去 头一台的时候 你还不太先注意到它 到底这是一个 是一个神圣的空间 先让你感觉到 神圣的氛围 那么这个下地狱 然后让这个魔鬼 吞噬这个罪人的形象 它要让你慢慢发觉 甚至反过身来以后 你才会发觉 那这整张这个画作 就有一个巨大的规模 就等于拱顶内幕 全部涂满的规模 加以牛眼昌的设计 加以拱顶上面的 透光的设计 就呈现了一个 完整的最后审判 那么这个审判 也让我们想到 1537年 你看到你就在 西斯丁礼拜堂的 最后审判 一个是平面的 一个是 环状的拱顶的造型 那么这个 瓦萨利创造的这个 其实呢 它并不是完全独立创造的 它还是需要有人帮助它 并且在它死后呢 继续要完成它 我们先休息下来谈一下这个的技术 我们谈这个 巴萨利在 菲伦赤主教堂的拱顶里面 制作壁画 那这个壁画 当然就是画在墙壁上了 它所需要的 诗壁画的技术了 当然是跟 所有的大家是一样的 不过它处理的这个 壁面呢 是比较难的 因为它有一个 逐渐收缩 往上的 的一个 一个空间的展示 这个空间的展示呢 它要制造出一个 我们称之为Illusion Perspective Perspective就是 透视 Perspective这个透视呢 就是 从15世纪 之前14世纪 就有艺术家 发展出来一种 远近的 那种 那种 错觉的表现 错觉 在这个西方的艺术上 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 一个概念 我们称之为Illusion 就是 看起来好像 好像幻觉般 如真 的那种感觉 可是它是假的 例如说 你摸一面墙壁 它是平的 那你退后 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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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公尺 20公尺 发现 好像这个墙 有一个众生 可以走进去 走10公尺 20公尺 它有个走廊 可是你走到 它前面一摸 这墙壁是平的 制造这种 仿佛 平面的墙面上 有一个深入的 空间的 这种感觉 眼睛看的感觉 叫做Illusion 那么这个感觉呢 有很多种做法 例如说 你把前面的 下方的人物 画比较大 后面的人物 比较小 然后慢慢 慢慢变小 它有个规则 每次以这个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 这个比例 慢慢缩小 它就会有一个 前面的人比较大 后面比较小的 这种深入的感觉 或者呢 这个深入感觉 你更强的 它有一种秩序感 就是说你画建筑物 例如说 近的这个 建筑物的柱子 比较高啊 远的柱子 比较短啊 然后比较矮啊 它越来越短 那建筑物是有规则 对不对 它不能忽长忽短 那么这个规则 一旦 把它放在这个平面上面 你会发现 哇 急剧的收缩 有很深的这个隧道 然后这个走廊 深入到很远的地方 几乎到无限远 那么就在这个 这个菲伦翠的主教堂啊 就百花圣母寺的 同样的一座教堂里面的 其中一面墙面上 有马萨奇奥啊 它的一幅壁画 也是画在墙壁上的 这个壁画呢 就画的 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 然后呢 众人崇拜他 那底下呢 有一列 有横摆的一个台子上 有一个骨骸 这骨骸就代表生命的 这个肉体的腐朽 跟生命的永恒的那个对照 那么这耶稣呢 他的背景呢 是一道拱 他不是拱门而已 他是一道一道的拱 那就从他的这个身体这个地方 一直往后延伸 哇 延伸的非常的急剧收缩 那我们就看到了一个 用这个建筑的拱啊 然后慢慢慢慢收缩 然后到极远方的那种 深邃的感觉 明明是一面平坦的墙面 那耶稣的这个这个丁结啊 金结图把它画在这个图形上 这就结束了 可是在他的这个身体之后呢 有一个极为深远的 一个拱形的空间 这个就是文艺复兴透视法的 一个最佳的例子 而且是一件经典之作 就在这个教堂里面 所以呢 有一天如果我们到了意大利 在菲伦翠有一点时间 那我们甚至有三个钟头空闲的时间 我们就要去这个教堂啊 去这个教堂 你要看这个教堂的这个全貌 你看不到 因为这个街道太窄 你只能仰视它 你要拍照 可能一般的相机手机还拍不下来 因为它太高 然后这个街道太窄 你跑到这个隔岸的山丘上去看 看到完整的形体 你发现你看不清楚了 那你你你进到这个教堂 你可能爬到最高塔顶上面去 哇 中览这个菲伦翠的这个市政的风光 或者呢 你看一看 这外头这个这个拱啊 是怎么建造开来的 它还有一部分啊 有几扇融眼窗的外面的那个那个地方 它并没有贴上大理石 就留下原来那个素铺的石块 我一直想不通 为什么不就把它修完了 一定要让后人知道说 它当时的功法建造这边为止嘛 这个是很妙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们就回到这个教堂本身 这个宏大的空间里面 黑黑的 再多的光线 你都灯都打不亮的 那你只能靠自然的光线 它开了这个扭眼窗 结果你发现这个拱顶上面的光啊 照亮了这个最后审判的这一张画呢 那个地方是整个教堂里面最亮的地方 教堂的空间啊 是一个奇妙的空间 它 它若没有这个开窗啊 它就是一个大黑箱 那你人走到里面 有时候会觉得 第一方面是冷 因为它的这个石头这么厚啊 隔接了外面的阳光 然后大热天的 整个整个这个夏天的里面呢 有时候还不到十度 就这么冷 它就是个大冰箱 然后你看到 突然有几扇窗特别亮 那你就往那走过去 那所以呢 它就会有一个光的趋向 那你就不由而然觉得 我在黑暗中 我寻找到光明了 它就是要给你的感觉 那这光明就往上仰视 哇那个穹顶 就是上帝从上面说话了 这个这个这个宫顶上面 上帝不是就在做最后审判吗 然后光就从它四周下来 哇你就觉得 你就算不是教徒 还没有没有研读过 这个圣经的这个部分 你也觉得说 好像就就有这种氛围产生了 你被一种空间的黑暗呢 围抱着你 然后只有抬头得到一个最充分的 洒下来的光线 然后这个这个光线给了你是一个完整的穹顶 而且巨大的穹顶 就好像你的天 它就是穹仓嘛 这个天呢 就现在这个场景就是最后审判 哇那所以 你想想看 在肥冷翠的这么多公共建筑 这么多的建筑中的壁画 有比这个的重要性 它的位置 它的含义 跟它的这个相声性更强的吗 瓦萨里可以拿到这个工程 瓦萨里可以被指派 来做这件事情 那也是在这个教堂建成之后 他必然是当地很有声望的一个艺术家 他是谁呢 我们现在先把这个这个话题 从最后审判先挪开来 我们今天看肥冷翠有几件重要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去这个主教堂 看这个最后审判的壁画 我们要看看马萨球所画的 那个最早的这个透视的经典节作 我们要看这个建筑主体 我们也要到它对面的那个洗礼堂 看那个进去洗礼堂的那个门 上面的浮雕 它叫天国之门 两三百年后 罗丹也来了一个地狱门 就在跟这个 文艺复兴时代的天国之门 遥遥有一个呼应之意 那么这个天国之门的这个 竞标者的失败者 也就是后来卷土重来 制作了完成了 这个拱顶的那个大建筑家 那么我们再去看学院一郎 菲冷翠学院一郎的那个 大卫雕像陈列的地方 你看就最伟大的巨大的雕像 我们还要再去另外一个地方 也就是乌菲兹美术馆 菲冷翠最重要的一个美术馆 就是乌菲兹美术馆 称之为文艺复兴宝库 因为文艺复兴在这边发扬起来 那这个宝库呢 原来是英梅迪西家族所建造的一个建筑 来收藏他们的艺术品 那这个称之为乌菲兹 就是它的意思 就是office的这个美术馆呢 这个建筑物呢 是瓦萨利所建造的 瓦萨利这个建筑家的名称 那就那就不只是一个兼差的一件事情 我们今天讲 这个当然 这个建筑看起来也不是多么美 因为它很规格化 它是一个非常长的长廊 那么就在这个当时的叫宫殿 这个宫殿后来这个菲兰翠成为这个共和国之后 这个宫殿就变成旧的宫殿了 所以我们叫做old palace 那它的意大利文原名叫做 Balazzo Vecchio 就是Vecchio宫 讲到Vecchio宫 就是原来的这个旧的宫殿 后来变成市政府 共和国政府 那这共和国政府走进去 他们扩建了 那这个厅把它打通了 可以容纳500个人 称之500人厅 这个厅堂很有名啊 因为当初啊 共和国成立的时候 米开兰就回来制作那个大卫的大雕像 也就在那同时 他同时也被找去说 来你来画这个500人厅的 这个一面墙 你来画一面壁画 他说好啊 另外一个原因呢 是那个 这个还在他画创世纪之前 所以他去罗马说 我是雕刻家 不是艺术家 这句话 他稍稍打了自己嘴巴 但是罗马人大家不知道了 因为他在菲伦串 已经开始画壁画了 但是还没有 还没有左手画墙壁 他在画他的图稿 那么是同时做他的大雕雕像 而另外一个人呢 叫达温西 就跟他对着墙壁打雷台 所以500人厅曾经有一个雷台赛 就是达温西画的这个一个战役 然后米开兰就也画一个战役 这两个战役对于这个 菲伦翠共和国都有重要的意义 当时的拉菲尔还在那个当时 见证了这个世纪的对决 后来这两个人都没有完成这个画作 那在今天呢 就在这个世人呢 来探测这个墙壁里面 是不是还留着达温西的这个壁画的遗迹的时候呢 我们看哎呦 这外面的墙壁的部分是瓦萨里画的 所以瓦萨里你看 他画巨型的壁画 他画拱顶 他建造这个乌菲兹 这个这个建筑 还有菲伦翠家族的 梅蒂基家族的其他的建筑 那他是一个实权的艺术家 全能的 最主要他还是当时 菲伦翠美术学校的一个创始人之一 当时美术学校叫做 Drawing of Design 就说不是 不是今天讲的美专或者美院 而是指素描学校 素描学校就是美术学校了 因为他们 把训练这个美术人才的基础教育 把它集中在描绘 所以这是一个全能型的艺术家 到今天呢 我们知道文艺复兴 我们谈文艺复兴晚期 或谈角色主义 会谈到他 但是知道他 其实没有那么多 他在生前的盛名 跟他死后的名称是有落差的 他的风格影响后代 也不是那么明显的 反而是其他的角色主义的画家 他们特别的醒目 那么因为呢 瓦萨里还承接的 这个文艺复兴以来 做大艺术作品的那种 大规模的壁画的 这个思维 而这些大的画作 你必须在现场 必须到意大利去看 那么以后的艺术将会 以艺术家的画作 能否流通 影响其他的画家 那么所以今天我们谈到的 瓦萨里的这个最后审判 以他的巨大规模 让错过了 盛奇文艺复兴的人们 再次的仰望天庭 这恐怕是 那个时代中最后一个 庞大的 这个最后审判主题的画作了 我们下次继续再谈 角色主义 其他的艺术家 再见 酒吧讲堂下课 起立 立正 敬礼 谢谢老师 老师再见 明天